今天我要在談這個反覆 反覆的工程 來 我們一樣的 從外面走進來 我們一起用 在用這I am這個靜坐 因為我認為是最重要 而且最快 你們發現越做越的力道越大 對不對 而且我們大家一起產生一個場 一個能量場 生命場 大家調整一下知識 舒服就好 在家裡面一樣 辦公室也一樣 閉上眼睛 我們先用鼠息 鼠呼吸 進出 在出的時候 數一 再一次出 數二 數到十 吐氣的時候再數 進氣的時候再看 吐的時候 輕輕鬆鬆 數 數 數到十 回到一 數到十 回到一 數到十 數 回到 雲 小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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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扎炼的话不断的回到方法 方法就是在鼠息 鼠吐气 鼠呼吸 轻轻松松的鼠 不要去影响到呼吸 不去管它 最多只是加一个数字 1到10 10 回到1 1 再数到10 旁边有声音 有杂炼 知道了 再回到方法 慢慢的把数字 丢掉 现在停下来 转成关系 最多只是看的呼吸 观察到呼吸 轻轻松松的 欣赏的呼吸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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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我都知道 关系 rée 也 轻 코 轻轻松松松 戈 轻松松松松松 心 按 一下 设断 现在每一口呼吸加上一个我 进我 出我 我 我 每一口呼吸不管进或是出最多加一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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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ками 我 然后 insecurity 上帝在吸尽我 上帝在吐出来我 上帝在呼吸 Breath of God Breath of God 人可不可以体会到主 一个人可不可以体会到主 可不可以快乐起来 透过每一口呼吸都快乐起来 而这种快乐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快乐 不合理的快乐 没有根据的快乐 没有原因的快乐 每一口呼吸 不管是静 粗 透过我 都让我快乐起来 都让我再出现 都让我快乐起来 最后处 我快乐起来 都让我来 感谢观看 透过每一口呼吸 让我们自然 接受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加持 上帝的温暖的光 让我们跟着暖起来 透过每一口呼吸 我都可以跟宇宙连起来 我就是宇宙 吐气我 制造这个世界 我投射一个完整的世界 我在每一个角落 我到处都可以去 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一样样都可以放下 我充满着信仰 我就是一体 我就是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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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主 跟全部宇宙的佛陀 圣人 从来没有分手过 我 就是他们 我 就是他 一切是颠倒的 是这个生命一体活出我们 不是我们活出这生命 一切是反复的 颠倒 是全部来活出我们这一点 是一体带着我们活出他 是有绝对 才可能有相对 而相对 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每一口呼吸 我 清清楚楚的知道 想跟他分家 都分不起来 因为一体为主 一体以外 没有其他的东西 透过每一口呼吸 我最多 只能活出这个真实 这一切 不管是进 不管是出 我都知道 是颠倒的 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任何话都是多余的 一句话都不需要 任何话已经把真实 局限 局限在我们人间 任何意义都不存在 生命其实没有目的的 目的本身是人的产物 头脑的产物 对人有目的 有意义 有理由 站到绝对 没有目的 不需要有理由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需要 一切是宁静 所以这一个人 走到最后 最多只能用沉默来表达一切 沉默不是不讲话 不是没有声音 沉默是超越 超过讲话 超过声音 是在声音当中 得到宁静 活在宁静 这是沉默 透过每一口呼吸 我都在领悟到 不断地理解 不断地验证 不断地验证 我们人间 是我们人间是个点倒的关联 我们透过五个感官 守住了 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本来本来是打开的 是没有局限的 突然 我们封闭起来 带出了一个局限 射出来一个墙壁 一层膜 让我们在五个感官 范围内打转 不断地加持自己 不断地证明自己 支持自己 把自己带到 越来越小的角落 人生的角落 我透过每一口呼吸 轻轻松松地 我打破这关联 打破这个限制 打破任何制约 任何约束束缚 自然发现 没有一样东西 有个头 有个因 有一个果 因果本身 是个大妄想 头脑的产物 头脑的东西 我们从哪里来的 其实不知道 从科学角度 绝对没办法解释意思 要往哪里走 也不知道 也不需要去追求 没有什么用意 对你不会有帮助 很多人一回头看 充满的后悔 充满的记忆 故事讲不完的 我小时候怎样 我长大怎样 我成家怎样 我碰到什么状况 我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领悟 有什么体会 有什么转变 全部都是个大妄想 在人间的二元对立 永远这个游戏玩不成的 玩不了的 认为得到什么 取得什么 有什么成就 全部都是个大妄想 在一个狭窄的范围 怎样 支持自己的观念 把人生的价值观念不断的定型 而全部价值观念都是头脑的产物 透过每一口呼吸 我都可以活出这个真实 这些理解 知道 充分知道 彻底知道 全部是颠倒的 我们全部这里所讲的都是个反复的关联 反复工程 这个大妄想 是回到你已经在的家 是丢掉 本来就不存在的一切的垃圾垃圾 你看有没有有趣 反复 reversal 一切的反复 好 好 然后慢慢把 注意带回到人间 带回这个狭窄的范围内 从一个很大的议题 露回到这个时空 你看是不是一个笑话 一般人说回到这个世界 好像认为是好事 认为是你本来前面的世界不存在 在一个膨胀的 无限大的范围 我们常说回到这个世界 回到人的时空 又是刚好相反 Why 为什么需要回到这时空 是头脑在作业 头脑的妄想在连续自己 延伸自己 我们经过上一次的读书会 有提到 全部生命系列的留下来的书 也是很诚恳 当时没有什么动机 没有什么念头 把好多方法 我扯为他们 是提醒reminder 带出来 那大家 可能认为是个口号 读完以后就忘记了 其实全部的钥匙都在里面 可惜的是 我们也许很快读过去 没有停留 没有做一个反省 没有把它真正当作一个练习 快速度的把它看过 也就很可惜 需要让我一次一次再重复 同一些重点 所以我请上一次一位同事 把一些练习 再稍微带出来 最多就是读出来 过去的一些书所写的 所表达的 比如说 《我是谁》里面的练习功课 希望大家做一个 再做一次的提醒 让我们对照 个人的理解的程度 而我们这里所讲的 一些话 是不是在讲同一些事 我相信你会发现 即使都在重复同一些关联 我今天请另外一位同事 是不是把我们第二个练习功课 在《我是谁》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以前一样 刚醒来 睁开眼 还躺在床上就可以练习 告诉自己 我知道 我完全承认 眼前所体会的一切都不是真实 真正的我 是神圣的 我的本性 从来没有生过 从来没有死过 我的本性 从来没有来过 也从来没有去过 一切人间所体会到的 所经历的 跟我的本性都不相关 任何经验 无论多美 多不好 多大的成就 多深的失落 是欢笑 还是流泪 是喜事 或是坏事 都不是真正的我 没有一件事 可以沾到我 我连来都没来过 怎么还可能 受人间任何事情的影响呢 这样子 不断的重复这个提醒 自然发现 进入更深的安静 在这个时候 念头起不来 念头一起来 轻轻松松的问自己 对谁 有这些念头 当然又是我 是我 是我 继续问 我 又是谁 我 是谁 不用追求回答 轻轻带一个餐的味道 停留在这个空档 念头再出现 再问一次 我是谁 没有念头的空档 就是正确的答案 有些朋友觉得念头总是停不下来 尤其是正遭遇重大的伤痛 失落 在物质的层面 关系 或心理层面 受到很大的损失 可能觉得自己做错了 承受很深的内疚 也可能觉得受委屈 为什么是我 对自己的安全或未来 有数不完的忧虑 这种情况 最需要一个安慰的力量 没办法自己 停住负面念头的朋友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采用 我们还是知道 真正的自己 才是生命的主人 但是 在这痛苦的一刻 让我们暂时 把这个神圣的身份 挪给一个他者 选一位跟自己的心 比较亲近的代表 也许是 菩萨 佛陀 耶稣 甚至上帝 用最诚恳的方式 做一个请求 上帝 佛陀 耶稣 菩萨 请把我全部的烦恼 或罪 带走 就让我把这些痛心 交给你吧 这个请求 假如真正诚恳 多次重复 本身就带来一个安慰的力量 远远超过世间所能想象 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安静 再进行前面所谈的功课 一个人平静时 可以参 即使念头起伏 一样可以用 我是谁 参下去 安静下来之后 还可能对自己的神圣有质疑 不敢相信自己是神圣 这时候也可以采用 I am Meditation 我在的静坐 餐和我在的静坐 可以交替的使用 不见得需要依照一定的顺序 我们可以用 I am 我是 我在 代表上帝的名字 因为他所显化的 和他本身分不开 最多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表达 我在 I am 用这个方法静坐 自然 就在强调本性 自信的神圣 结合呼吸的练习 甚至可以让 这一神圣落在我们的肉体 我过去才会强调 透过关系 来做一个开始 我们轻松地观察呼吸 静 出 静 出 不要去影响到他 呼吸快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看着他 呼吸慢 我也知道 都不要去干涉他 呼吸自然会调整 自然落入一个规律 这些都不用管 只要回到呼吸 回到关系 这时候 把注意力摆在吸气和吐气上 吸气时 轻轻松松带出 我 吐气将近时 带出 在 吸气 我 吐气 在 透过呼吸 把这个神圣的身份 落到自己 我 在 这样子 只要投入 念头马上会减少 我 在 在 的距离 越来 越长 甚至 我 之后 连在 都起不来 只有一片空 一片光明 轻轻松松 停留在 这个状态 这时候会发现 还有一个认知 一个见证者 一个观察者 在知道 知道自己在念 我 在 或知道自己在空档 在无私 无想的状态下 这时候 轻轻的问 那个 知道有空档 知道在念 我在 的是谁 还有谁 是可以体验到的 答案自然也就是 我 那么 我是谁 很好 很好 当然 我们前面带大家用我 我 都一样的 假如今天带大家用英文的话 最多只会带 在 I am 那这个总是翻成中文 我在 我是 干脆就用我我 但其实都一样的观念 所以我想大家这样听 说不定假如有读过 可以回想 我们里面解释都 我当时都很清楚 只是说 可能体会的程度 因为我们刚开始读 没有读书会 也许就带过去了 那今天我相信你只要回去 有机会再翻一下这书 而且不要很快的 把它读过去 每一张 或是半张 一夜半夜停下来 对照一下 反省一下 停留一下 我认为那种收获会大多了 这样的话它就像一个指南针样的 带着你指 用手指头在指 要往哪个方向走下去 我想这是相当重要 那这样的话你随时就有一个 有个参考的资料 在身边 好 我认为我虽然在重复 在这样做重复 不断在重复的角色 但有时候就像一个棒子 一个榔头 敲敲敲 从各角度在敲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建立这个信心 有很多朋友他懂 但是他这个 他这个信心也好 信仰也好 自信也好 不够到 所以需要有人不断的提醒 那我同时 不断的在提醒同一个 其实一个主要的重点 它是用不同的角度在切入 多少还是有这个需要 你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测试机会 代表读者 我们问一下 好 嗯 博士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可以参加这么多的读书会 那其实每一次的读书会 您前面会带我们做这些练习啊 我觉得真的如果投入的话 每一次的感受又不一样 像我刚才就是感受到您中间有一句话说 会快乐起来 那我就想回想到我从 就是接触我们全部生命系列之前 其实我自己对快乐的定义 我觉得一定要有个目标 而且那个快乐是可以分小快乐跟大快乐 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了 我就想到小时候如果考90分 跟100分的快乐好像不一样 因为父母的笑容就不一样 他们给你的肯定也不一样 然后到职场好像你达到的目标也有大小之分 所以你感觉上那种快乐都是有条件 而且是有分别的 是有大小之分的 甚至有的时候好像目标表面上是达到 你也不太敢快乐 因为你会觉得这样会不会太骄傲了一点 是不是等一下 快乐以后等一下会有一个不快乐的事情 去压过这个快乐 所以我总觉得我对于那个快乐 就会有一种习惯是不太想要快乐起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快乐应该是有条件的 或是说有一个层次的 但是我像我今天做这个 这已经算有点就是到了这种meditation的状态 我突然觉得那种快乐就是一个宁静 你就没有理由的 你也就像这种状况 真的有时候你要在平常时间得到这种状况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们平常那个脑袋里头的跑马灯那个念头是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你想要让他静下来都不太可能 可是在当下你就突然什么都没有 整个人就好像轻松起来 这真的是一种快乐 很好 恭喜你 恭喜你 我现在很多朋友在 和我们一起在体会 透过这个读书在体会 他跟你想法会一样的 感受会一样的 这是恭喜你 这个也表达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的快乐 一般的快乐是制约的快乐 还是有条件的快乐 人间的快乐当然有条件 那有一天 不光这个快乐 无条件快乐 我接下来说 你刚刚的快乐 其实是一种欢喜 大喜乐快感 那那个快乐 你这一生不会忘记的 所以他接下来这个快乐不会离开你 好像肉体不断的灌 被这快乐在灌灌到底 那那种快乐是 过去古人都懂 大喜人都懂 这个你要亲自去体验 有时候我讲多 大家又会用头脑去抓 去用框框去 去把它守住 所以有些话最好不多讲 很好啊 你们看还有什么这个 看法 想法 意见 反对的意见也可以 我讲 我们有时候很可爱 读书会 你看有些很客气 但他是在一个反对的这个立场 在讲都很好 都是好事 我这边是想说 那就是自己 自己 因为其实虽然我每 就是常常在整理这些文字 可是常常他就是在整理 他就是在整理 最多就是只是加减一两个字 然后做点衔接 可是不见得每句话都有落到我心里 那昨天很有趣是就是在听博士就是接受interview的时候 那我在旁边不能做什么嘛 然后自己在那边 然后后来突然一句话落到我心里就说 博士那时候说没有一个人在这世界上会想刻意伤害我们 那过去这句话我也写过好几次 可是突然之间他就落到心里头了 我那时候就把自己心里头很多顾虑 因为其实一般顾虑也不外乎就是说 是不是如果这样子谁会受伤或自己会受伤 然后在那时候我把自己脑袋里头有的顾虑 全部用这句话落落下去想了一下 然后想了之后 就想那如果真的真的我接受这句话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刻意伤害我 那会什么样突然之间就整个人很轻松 有一种新的信心跑出来 就是知道没有人会伤害我 那但是退两步的话头脑一想 好笨哦 就真的头脑会觉得自己很傻 那但是说真的就是就是 有一种感觉说如果能够这样子傻下去的话 这是原本充满顾虑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福气 OK 然后一样的就是说早上醒来 然后再想起 一样的还是顾虑又冒出来 那接下来再想起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好像又随时给自己打气 然后就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嘛 面对不知道还是会害怕 但是就是就是多给自己打气 OK说完了 好很好 好很好 一样都都 有些经验体验都是第一次也好 或者我们很久没有 所以会带来一种放松 一种解脱的感觉 这很好啊 这是我们本来人就是在两难的世界在活 好像两个选择都不好 对不对 一个是头脑的选择 另外就是心中的一些负担 突然发现两个都不存在 那这不无条件的 没有条件的快乐 或是放松 宁静本身也是没有条件 浮出来那种很难忘的 那这些我们体验过一次 接下来就发现 就不断想去回去去追求 回去去好像再重复 这是难免的 都好事很好 好 博士 最近我跟我们朋友 博士 最近我跟我一些朋友 我们因为对博士的书的了解 有在 就像博士上一次讲的 那回去自己去对照 以前读过的一些经典 会发现你有不同的体会 甚至于你觉得 以前没有读到懂的地方 好像开了 好像懂 那我们回去看一些 过去很熟悉的一些经文的时候 会有一种 好像 这样 会把 虽然说 虽然说 好像看懂经文在写什么东西 但是 不自主的 因为经文会带来一个框架 确实它会有一个框架出来 比如说一部 一部经 哪些经文 我们以前是背的很熟 那会去框架说 这句话等于博士讲了什么东西 这句经文 又等于博士讲了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一个回去看经文的方式 这样是对的吗 对 很好 这都不对 对不对 这个 在这一段 在这个经过 我有一个很诚恳的建议 不是给你嘛 就是代表好多朋友 很多朋友对佛法相当有成就 光我认识的人数不完的 有些是专修几十年 你说他出来都可以 这个讲讲课 几十个小时都可以 我建议这个十点 不要去再去追求知识 把全部的经摆到旁边 摆到旁边 在这里面不要再去左手 怎样再打转 你竟然已经读过了嘛 不是说叫你没有读啊 你已经读过了 你已经都知道了 这时候当做一个小孩子 很谦虚很天真去体验 全部答案都在你心中 为什么我在讲说 有一天我会停下来 而且你们心里有准备 突然会停下来 像这一次极其是 那天要硬刷的时候停下来 很野蛮啊 这样做法 也是宇宙种种的这个 有有这个 让我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 要不会很多人 本来是鼓励大家嘛 拿来我一点实力在讲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也是人啊 对不对 只拿一点实力 但是这个 就像有些朋友反弹 这个少数了 对对我看 你们这个都这个 信仰这个 有点被我洗脑了 所以这也感谢你们大家 都是在支持我 你们都很欢喜 都很希望他出来 所以这个我首先感谢大家也 恭喜大家 就因为大家有个同步 才会这样感觉 最多就一两位啊 对不对 他这是一个个人的制约 个人的这个啊 这个理解的问题 或程度的问题 反弹很大 但是从反弹当中 我知道这可能会惹事 就是一般的人 他会把本来是很单纯的一些经过 把这个放大 把注意放大 一样的道理 把这些理性的层面 全部挪开 都都不要 都不要去管他 你自然从内心 你有很深体验 这些过去读的话 你不用担心 就是你没有备手 他会回来的 而且那时候每一个字 他是一个榔头教你 所以我才会这样讲啊 就是我个人对佛陀的这个 信心或信仰 这个宇宙可能灰灭掉 地球灰灭掉 大地震大海啸 但是佛陀的话 是永恒的 是一点都不要质疑怀疑 他是真实 他是一个人大吃大悟的 这个留下的话 这些怀疑不要 所以这个挪开只是暂时 不是说对他不尊敬 刚好颠倒太尊敬 他当时在的时候 是希望你个人体验 不是叫你这个去走冤枉路 所以我才会刚刚讲到说 有一天我突然停下来 为什么我担心这方面 建立一个系统 不需要的系统 我来的我的角色 不是说什么 也没有这个资格嘛 创什么系统 当谁的老师 或什么 这个老师是在你心中 是你自己 是yourself 是你自己 只是你现在不相信 所以要到处再找 假如佛陀在的话 他也会跟你讲 你是你最好的老师 但他讲这个你不是小你 是真正的你 佛性佛陀在你心中 你为什么还需要再找一个经典 再去对照 再去比较 这是等于说 认为别人讲的不可能 你要把这不可能 变成可能 透过什么 透过理性 透过头脑 你不是要从理性 头脑解脱吗 解开 怎么又回到理性 再去解开 笑话 你这些话都听懂 那说不定走出来 还是要去翻经典 呵呵呵 这就是你的自愿 你要自己看通 所以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 这是我讲这些话 因为我知道很多 这个专修的朋友 也都在 可能在听也好 在说 很诚恳 跟大家这样讲 不要去对照 不要去造出辩论 质疑 你伤害最后是谁 是自己 耽误谁 自己 谁过不了 自己 很诚恳 从新的层面去追求 全部答案在你心中 假如你追到了 追不到 没有什么目标可追到 我敢这样讲 全物宇宙的佛陀 还不是释迦摩尼佛 在帮你 在会 称赞你 去鼓励你 帮你拉拉队 为你高兴都来不及了 不要再去花时间 再照着 无人讲的话 不会没有根据 或是像在天主教 基督教 可人讲说 只有耶稣是门户 解脱 啊 Really 我们人就是那么傻吗 对不对 你全部答案是在心中 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小 要有点自信 你自信找到了 找到答案了 耶稣会为你恭喜 他不会讲说 全部答案是在我心中 全部答案只有通过我 你才可以解脱 他绝对这句话讲不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扩来的人 误会了 把他扭曲了 误会自己 还要去误会别人 好不好 这个我 看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听进去啊 要不然会耽误 会耽误 耽误什么 什么也没耽误啊 走了冤枉路 什么冤枉路 什么也没有走啊 但是你心中会不安 走到最后一口气 感觉这一生没有搞一个段落 好像会充满的这个制约 后悔啊 忏悔啊 这不需要嘛 对不对 就就 什么时候开始 从现在开始 全部答案在你心中 所以说读书会有寿命啊 有寿命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生出来 也会走掉 也会死掉 大家不要失望啊 我的用意在这里 好不好 像这次奇迹带给大家好多 我认为很舍不得了 对好多周边朋友带出困难 我也舍不得 感觉很抱歉 好多朋友也期待很抱歉 但是 你们大家 期待可人成熟 但是有些人他不成熟 他会把它扭曲到别的层面 你们都知道 都可以听懂 所以不要在这方面去追求 来 你看这样读得很好 念得很好 很有味道啊 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谢谢博士 那我自己的体会是在生活当中 就像刚才我念到的 任何经验 无论多美 多不好 多大的成就 失落 欢乐的 喜乐的 坏事好事 都不是真正的我 其实这个对我有很大的一个震撼 因为在面对人世间的事物的时候 尤其像上次在读书会的时候分享的就是亲子之间的那个关系 没办法你一下子就会被那个情绪拉回现实里面 而且那是很深刻的 那我现在确实可以稍稍微的在那个那个moment可以跳脱 说这不是真实的跟自己讲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确实在那个当下我会把那个情绪做了一个很好的缓冲 那回头再来思维的时候 会也体会到说 其实孩子也有孩子他心里面的压力和负担 也有他的想法 那有时候就是可以用比较宽容的心去对待 这个过程很难很难 因为可能自己的习气吧 我就说个性脾气 有时候在碰到冲突的时候的那个习气 很容易出来 可是一次一次我有发现在近半年内 近三个月内慢慢有不同以前的对应这样冲突的一个小小的进步 那我也发现亲子的关系在这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小朋友有些事情愿意跟我讲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在体会博士希望带给我们这个在我是谁也好 在这些全部生命系列重塑里面给我们的我觉得对真正落实在生活上面的帮忙 好 恭喜你 刚刚讲话都很诚恳 没人听到都可以听出来 有时候不要还是要放过自己 还是要原谅自己 首先原谅自己才可以原谅别人 像你刚刚讲说要踩个刹车 我建议就是说自在就好了 因为你知道人是能量组合的吗 它有好多结 subconscious 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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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意识留下很多疤 很多结 能量的结 不通 所以有时候你把它让它出来 也是个把这个结打开了 就是没有事 但是接下来踩个刹车也好 知道本身也是幻觉 它本来就不存在 所以你现在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但不要制约 不要刻意的就是放过自己 有时候要原谅自己 就说这个 有时候就说really 提醒自己 你刚刚有需要这样子反弹吗 笑一笑 不需要怎样忏悔半天 倒不需要 在这个世界 因为是二元对立组合的 没有什么东西叫完美 你常听我讲这个世界是完美 占到个绝对的立场 再讲 没有什么做错 对 在一个相对的 样样都不完美 因为它是无常 它有生有死 知道这一点 就原谅自己原谅别人 很好 就不 走到哪里无所谓 一路走下去 不断的臣服 不断的惨 试试看 很多事情会顺起来 顺不起来 原谅自己 原谅别人 过去种种的因果 太深了 还要更多时间 就这样子 就轻轻松松的度过 这都是好事 你再转达这些话 其实带给好多朋友在听的都 都带了一些鼓励 这是好事 好 我们今天 大概就到这样子 到这里 感谢大家 大家这个 有机会还是翻翻书 这个里面 刚刚我想 每人听的都 好像记得好像读过 对不对 但是用这种角度再提出来 会作用不一样 像话我们 因为一个礼拜一次 我们现在用读书会出来 其实严格讲不够 因为这是一个礼拜 提醒大家一次 我这样不是在讲课 在提醒大家 in between 有六天 有六天半 所以大家还是要 要稍微把这个中心守住一下 有些过去讲的话 回复一下 我感觉对你都会有帮助 好 那就这样子 눈色 解答 你 酒 酒 酒 === 酒 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